我们今天又邀请了一位年轻的朋友 你好 大家好 介绍一下吧 你来介绍吧 我叫白晶北 今年十九 然后我是个演员 sorry 打差了 你又是十九 我们上个礼拜 Jack 过来 对 他也是十九 你们是一样大的 一样大的 我比他大好像两个月 所以 所以我们这是少年的节目 对 庆少年的节目 OK 我非常欢迎晋北 然后英文名叫 Sebastian 那我们也是有两次机会有缘一起合作拍新 对 我们刚开始是在一个NIFA的 NIFA 大概一个月前 一个月 有一个月了 我忘了具体的日子 但是有一个至少有一个 对对对 因为我们第二个片都已经有 我觉得不止一个月了 应该可能有两个月了 两个月了 然后在后面第二个的话 是已经也过去两三个礼拜了 拍完了两个礼拜了 哇对 哇时间过得很快 对很快啊 好像都是第四集 对对 对对 两个片都是第四集 挺好 而且第一次的话 晋北演的是一个学生 我是校长 是一个网影学校 对 他是一个有网影的学生 被家长认为是坏学生 送到那个学校被折磨 对 被电击 你电我 他电的我 我叫人电你 然后我是那个坏的校长 然后第二次我们是演的是 我是教练 你是运动员 对 但这次的我们的演的时间 只有少一点 少一点 但第一次的话 我觉得 他是主角 演得非常棒 谢谢 你也是真正的 你看我邀请很多年轻的朋友过来 也是向你们学习 我起步也挺晚 一起学习 我起步也挺晚的 我真正演戏也才一年多 一年多时间 我也是 但是你不一样 你现在已经 你据说你演了十几个短片 对 十六个 短片吗 短片 还可以吧 你是高中刚刚毕业 然后现在已经演了这么多 那还是非常棒的 超过了很多 幸运吗 很幸运 然后当然也是由你努力的成分了 多谢 多谢 那你为什么这么热爱电影 哦 再说一下 每次 每次我们演的时候 你都欺负我 每一次 两次 第一个校长他电我 然后第二个他找我爸 然后把我踢出去 我好残忍的 所以你要报仇吗 对 我得报仇 下一个片 下一个片 对 所以我为什么 为什么要等演员 我从小就知道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我从小好像在 不是在幼儿园小学的时候 我就想当一个演员 或者当一个 科学家 因为我觉得 我原来以为科学家可以给你 就是 super powers 像蜘蛛侠一样 那种 相当一个 其实最终还是那个电影 电影里面看到的东西 superman spiderman 对 the fantasy 对 但是我就一直 我就一直喜欢电影嘛 然后 因为 中国长大的 然后 没有人觉得 去当演员是一个真正的 工作 所以我就从来没有 给别人说 然后我学校也不给 没有那样的机会 对 没有那样的机会 然后 我 搬到美国的时候 然后 你几岁来美国 12岁半 12岁半 15年 不算太久 不算太久 但我刚认识你的时候 哇 全是英文 好像不会说中文 对 因为 因为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我去一个 一个 town 叫 Yukai 然后 99%都是 都是白人 对 然后 所以你去了一个 没有机会说中文的地方 没有 老多种族 其实对中国人 然后 两三年就把中文给忘掉了 我没有机会说中文嘛 然后 我第一次遇到像他 12岁来 然后待了 六七年 六年 六七年 对 然后就真的是 感觉他是把中文给忘了差不多 但是这两个戏 我跟他拍了这两个戏 是要说中文的 要是 所以逼他 又把中文 慢慢的 再学了一些 回来了一些 好难 最后一天 在拍那个 FI的那个 定向的这个片的时候 我发现 哎你已经找回很多了 而且还有点东北的口语 东北的口语 回来了 对 对 就慢慢的慢慢把 所以你来到那个地方 那个 那个小城市之后 你就 上 初中 高中 是 是 六年级 我应该 我应该是七年级 但是我妈 看到我其他 对 我刚开始认识一个朋友 在那学校 她跟我一样年龄 但是她上六年 然后我妈就给我降了一下 因为我当时英文也不是很好 但是 那个学校 也没有演演戏的那个 课 一般高中 公立的高中 可能没有专门这个专业 我原来是上私立的 你上的是私立的 对 原来原来是私立 然后我 家里穷也上私立嘛 因为我妈觉得 我妈觉得 一定要把你培养 但是我最最后没有钱了 然后 我 最后又去上公立了 对最最后上公立了 然后 想问一下公立跟私立 对你来说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啊 私立学校 因为我上的私立学校 是小的学校嘛 嗯 所以我那些私立学校 谁都认识 哦 所以很很 嗯 像个家庭 嗯 嗯 但是公立 公立是学校是更好的 嗯 但是人特别多 如果你 像长得不帅 或者家里没钱 你你过的 是吗 或者你如果你不不搞笑的话 你过的不能好 哦 要很搞笑 对 其实要很受欢迎 对 因为很受欢迎 如果 因为私立所有人都认识你嘛 然后老师也认识所有同学 然后他们 对也很多活动 然后公立不那样 谁谁谁都不管你 然后像 嗯 如果你是新学生 在公立学校 嗯 如果 就像我说的 长得不帅 没有钱 你很帅啊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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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好会说话 我 不然你确实挺帅的 哎呀 那个靖北原来是长头发 头发这么长的 被 这次拍戏被剪掉 看来很不舒服 好残忍 好残忍 哎呀 一般吧 嗯 那是 对公立学校 但是 我觉得是学 如果你想学的话 公立学校更好 因为课更多 然后 呃 公立是我第一次 上一个表演课 哦 对因为我是 课外的课 对因为是12年 不是是课里的 哦 Elective OK 对 嗯 我是12年级 嗯 下半学期 嗯 去的公立学校 嗯 最后一段时间 最后一段时间 然后因为我原来没跟人说过 想当演员嘛 嗯 然后我一看到那个 我试一下吧 因为我想当演员 我不是怎么办呢 嗯 然后我试一下 嗯 只有一个作业 是给一个monologue 嗯 怎么说 嗯 读白 对对 然后 我一看其他人 他们上上课 上来像七 不是七年 四五年了 然后每个 每个年都上课嘛 嗯 很有经验 很差劲 哦 很差劲 然后我看到他们在 哦 哇哦 如果他们能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还可以吧 然后我上台东西 也比他不好 然后 呃 所以就是啊 我觉得我可以当这个 因为 罗罗人都 不不不不不 不专心嘛 因为他们上 表演的课 因为觉得是很简单 对 很玩 然后就哇 我可以 可能他们都没有你那么热爱表演 对啊 只是觉得玩一玩 对东西 Easy A 嗯 所以 呃 玩事儿 我觉得啊 那个 那个独白怎么样 莫德罗 我都很差劲 但是但是 我那么差劲 跟他们也一样 所以我觉得啊 还可以还可以 嗯 嗯 i've not tried to talk bad to the others but like they're bad 确实是不好 但是他也不想当演员嘛 所以 嗯 对对 然后 嗯 我就 因为我一直想当演员 我除了 那你在那里学到什么了吗 还是说 你那 上那个课对你有什么帮助 我有帮助的是 呃 Stage Fright 就是 因为我 对我第一次上舞台 我太紧张 因为我有像 想要吐的感觉 嗯 嗯 然后手手也抖 腿也抖 然后头肥也抖 然后 嗯 我就学了 啊 因为 嗯 我觉得如果我当演员 不能 这么紧张 嗯 所以就一直欺骗自己 我就跟我自己说 我不紧张 我不紧张 有效吗 对 我下一次 读读读个白的时候 嗯 没紧张 哦 嗯 像百分之五十 自我催眠了 对自我催眠了一下 也是 也是真的挺好 现在我上台演戏的时候 我就不怎么 不怎么紧张了 那你挺厉害的 自己就把自己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给我自己骗了一下 嗯 好那接着就高中就毕业了 高中毕业 然后就是去了 去了杜山基 嗯 嗯 你就决定要真正的 对 对 对 因为我傻嘛 我 plan b 都没有 啊 然后 完往成功的人就是这样 啊 我是傻 我是傻 嗯 burning the ships 嗯 嗯 挺好的 还可以 那就是去年才来 去年 去年六月 六月十一号 去年六月来到洛杉矶 来到洛杉矶 嗯 然后怎么开始 怎么开始 我呃 我先把headshot 嗯 就照照片 就照一下 然后 我是用backstage的 嗯 因为 嗯 backstage 不怎么用 啊 reel 嗯 你自己不用一个片 就可以 给别人发 啊 然后我就 就特别幸运 因为我我第一个月 我还以为我现在三个月 四个月不能找人工作 所以就继续学下 我第一个月找人工作 是个thesis 是个礼 然后他们给我四百块钱 然后我就说 哇 嗯 演得特别差 演得太差劲了 但是 演得不演得真不好 演得真不好 但是第一次嘛 畢竟是第一次嘛 好对不起我的导演 但是 但是你看你 you get paid 啊 而且是你一个月 你根本没有想到 你有那么快 就不应该给我钱了 是就是出现 厉害了 我演了这么久 也没有 幸运嘛 幸运 我还没真正演主角 你知道吗 真的吗 对对 但是你上次 你司机的那个点 你是主角 差不多 但就基本上 还不算是 呃那个 就是 leading 就唯一的一个没有 唯一的 对对对 那你第一个就是主角 那是很幸运 很幸运 嗯 然后也是很好的机会啊 很好的 然后接着 继续很成功 继续啊 然后 嗯 呀 你呢 我想 我想每个月都至少做一个戏 然后 很成功的 然后 因为我现在 啊 因为你从去年六月到现在 现在还不到六月了 还不到一年 好像没到一年 但是到 呃好像 七八 不是 九月好像 九个月 然后现在是十六个片子 还可以 还可以 所以你就是啊 有 大概有一个月有两三个 对 但是好的片子 没 我们先不讲 对对 这个数量已经很不错 数量可以 对 当然那个 质量是 也是 呃 看你怎么看 因为你看你的阶段不一样嘛 是吧 嗯 那你到你拿奥斯卡的时候 当然你会觉得 你就算很好 别人认为很好 你也会觉得啊 对对 奥斯卡之后 我就很自信了吗 现在啊 还可以吧 嗯 嗯 很棒很棒 我是拍 我是 一二年 二一年 开始 二一年 我想想 是二一年的八月开始 呃 到现在也是十多个片子 但是我 我 我是时间比较长很多 嗯 然后的话 嗯 但我觉得我的路还比你的还长 但是我 前面的时间没有你那么长 但是你的你的你的演技真是特别特别好 没有 哎呀 他千许 他千许 上次那个 上次那个王颖的那个片子 其实对我来说也是蛮大的挑战 然后这次的话 教练的话 这个 那是也是排练了好多次嘛 嗯 然后导演给了很多 呃就是 就是 指导了很多吧 嗯 我觉得让我 就是 能够演得更好一点 嗯 嗯 呃 不容易 这真演出来了 因为上次王颖学校 呃 你在啊 你的学校读的那个 好多啊 好多词啊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因为你一看就是 你是校长 我最差的就是这个 语言 就是就是台词这些 我我我我一直 我不想看不出来 所以 你你你真知道 教练是好恐怖啊 我的天啊 嗯 你看就是 我第一次电过你 所以你都怕我 哈哈哈 对 真是很怕 呃 但是教练真的然后 呃 你跟Jack 呃 说话的时候在 呃 就在我跑 我跟我爸跑 嗯 然后Jack就在啊 我我玩的 然后你看看 嗯 一定呃 等他一下 然后 嗯 跟他跟他说的那句太词 接下来的真好 然后看起来 哇 对我来说 也是蛮大调整的 因为我本身我自己的个性 不是这样 就我我 呃 导演他他就问我 他说你是不是从来不 说脏话不骂人 我说 差不多真的不太说 对 所以就是 我我现在也是需要一点点突破 自己原来的这种 比较舒服的 自己的个人的东西 嗯 好多东西我 是都还得突破 呃 所以遇到这种比较新的不一样的角色 嗯 特别想去演 特别想去演 不一样的 演的真 哇 因为因为对 你所说演的都是坏人 都是很插金的人 然后演的特别不错 对差不多 在坏人为主 包括就是正常的父亲的话 也不是很好的父亲 比如有魂外恋 魂外恋啊 有独生子 诶 诶 师生子啊 这样的 那样的人 就藏在里面 表面上是很好 对对对 那后来有演哪个戏 让你就是印象比较深的吗 除了我知道这两个其他的 嗯 啊我那那两个我最最最最最喜欢的 嗯 嗯 啊我演一个 呃上次就是 就是 王尹那个 呃导演 我我跟他 原来对合作一些 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 嗯 跟他那次 呃 合作的时候 呃 那是我第一次 就是很认真很认真地学的 学的一个剧本 呃 因为原来我是 呃 我在送饭嘛 嗯 嗯 嗯 有在工作 所以没有那么多时间 但是但是我送饭的时候 是我在自己开车 然后给别人送饭 嗯 所以呃 我每天都是 把 我把台词 嗯 跟我对的台词都说一下 嗯 然后我就在车里放 嗯 然后开车的时候就那么那么学嘛 然后 每天都是来二十三十三十遍 就是一直一直学 然后学了五天 嗯 啊 然后觉得演的时候演的就是 哇 哇 真的因为呃 我因为我那么熟悉的台词 嗯 我演的时候就是很放松 因为我不用想的台词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可以就是认真的 关注你当时的那种情形 对对对 觉得呃 觉得演很好 嗯 所以那个 还可以 嗯 你投入了更多 然后 获得更多的信心 嗯 但是我那个也是中文的吗 不那是那是英文的 哦 因为因为这中文的我我我很 就觉得很难想那么熟悉一下 嗯 因为我这我中国 你那讲的什么故事 啊哦 那个故事是 呃 一个爸爸和他一个孩子 然后那孩子是同性恋 然后他爸不知道 啊 我跟没有跟爸爸说过 嗯 然后我们看个电影的时候 我我 哎 关于是一个同性恋的一个 电影 嗯 然后我爸就是跟我跟我说 就开些玩笑什么的 就是说哎呀 你觉得呃 呃 为什么他把 还还同意他孩子当同性恋 然后然后我就一点反抗 然后然后他他现在知道 然后我就吵架啥的 啊 后来他知道了 对对 看完电影之后他知道 对对对对 然后呃那样的故事吗 然后 嗯 啊呀 然后我 我 哇 你们知道我中国中文说的 很差劲啊 不 不怎么好 挺好的 一般一般 嗯所以 不过听得出是英文 对对 说的更多一些 对啊 听得不是不是 是我中文是我母语 但是说的不像我母语 就是说像第二个语言 我觉得你你 你这个就是说中文你是很容易捡回来的 嗯 因为毕竟你以前有说过 说到十一岁十几岁 是吧 然后你英文在这边又没有 我英文也有口音了 嗯 那至少比好多 我两个语言都有口音 我觉得我这说的一个不好 好像第二个还差 嗯 你 这种情况跟我比你就有信心了 我什么都有口音 我说我的家乡话都有口音 我真的吗 对我我回到我的老家跟我同学他都说哎 你这家乡话也说不好 然后普通话也说不好 然后广东话我也会说也说的不是很好 然后英文就更加不要说了 你说三四个语言也很难 但是没有一个都没有一个说的很好的 你中文说的很好啊 比跟我跟我比谁都强 但是你真的说的很好很好 你只是对你来说可能你接触的就少了 但是我觉得我觉得你说的很好 嗯 所以我我因为我中文 我讲台词还可以 因为我现在中国说话的时候 我还得想我说的话是用什么词 你说中文还是英文 中文 因为英文我说我来 我已经知道是什么词 就是很熟悉一下 对现在我我中文说的我也 像这样讲我得等一下就是我要说什么 然后 所以中国台词中国的剧本 比英文我觉得难 读没问题吗 读中文可以吗 读中文 我一定要google translate google翻译一下 然后听那批音啥的 ok 你这六年还真的把中文丢得挺彻底的 很差劲了 我现在写也不会写了 我只会写我名 对 没问题我觉得你我觉得就是英文这个 其实你你可能你个人认为会有口音 但是比好多不是美国出生的来说还是要好的 你要比很多后来来这边说的要好 嗯 所以你将来的话就是说英文这块 就是主流后来我这边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 嗯 英文比较好吗 然后又会中文 那就 就是 两个优势 中文我得学一下 嗯 哎 你看我们现在奥斯卡是吧 亚裔的电影中国电影 好多好多好多 是吧 我们就是会多一些机会的 当然当然 嗯 然后我现在 所有我大大都是我片子拍的都是跟跟中国人拍的 嗯 好像百分之像五十六十都是中国人的组 嗯 嗯 因为因为我觉得中国导演他们如果写个剧本啥都想要中国的演员嘛 对对对 中国演员也没那么多 嗯 所以因为因为这是中国演员谁都认识谁 然后我们都合作一个 嗯 主要是backstage 主要是backstage 对对 因为我现在没有representation 嗯 嗯 所以所以只能backstage 嗯 backstage或者 通过backstage都有得到那么多拍摄机会就已经很棒了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然后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你现在在上课我听说 对对对对我我现在在上课 然后 嗯 很多呃演演技的呃班有一个show case 像三四个月或者每一年他们有一个天所有的agents 嗯 不是所有agents 很多agents或者是 会去听去看 对会去看 嗯 嗯 然后你们选一个戏然后演一下 然后他们可以呃他们如果喜欢你的话就给你签一下 嗯 所以我就我我第一我得先把把表演学的更好 嗯 嗯 嗯 然后然后对我就一步一步嘛 嗯 嗯 原来我还有我演的还可以 嗯 还还还可以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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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哲人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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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呢 哦 肎 哎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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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给我搭一下 然后也可以吧 很棒 所以你一直觉得你很幸运 我真的是很幸运 所以 因为你很努力啊 你也是你看 跟Jack Jack比你还 他比 更小的时候 自己就开始去选择演戏 但你也很不错 就是高中毕业 前就开始准备 然后一毕业就来这边 然后就 哇 义无反顾 就是 好多人会想的 我要去上大学 我要去找一份工作 但虽然 就都不容易了 因为大多数人不傻嘛 我是很蠢的 然后想要这个就去吧 其实要做一个 这种想法简单一点 不容易的 有时候你就会想了很多 你会考虑 Plan B 就是得相信自己 对 对 因为我原来 在我去 Alea之前想了一下 如果我在Alea待着 如果找不着 找不着演技的工作什么的 如果我不会 如果我觉得 就是有点 不是心碰 就是怎么说 如果我怀疑我自己的 技能的话 我就 应该不适合当演员 但是来之后 没那么样 我就很相信自己 然后我觉得我还可以 就是说你来之前 其实有那么一点 因为你确实还没有出来过 所以你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会不会有可能 没有那么顺利 对 然后你结果来了之后 发现 还好 也不是顺利 因为是 就是脑子 怎么说 Mindset Philosophy 因为我最大的一个 不是问题 但是最大一个 怎么说 怎么说 类似问题 对吧 担心 对 担心 我最大担心 对 concern 如果我来的之后 像 不是没找工作 但是我是怀疑我自己 然后如果 对 我觉得 如果你想当演员 或者是musician 或者是 艺术家 导演 对 所有的艺术家 如果你怀疑你自己 然后 想要个另外一个工作 嗯 就去另外一个工作吧 因为我不喜欢 你的意思 不能给自己一个 第二个 就一个 备选 对我来说 不可以 我觉得 我觉得正常人 会 正常人 因为是一个最 最逻辑的一个 那样 听起来最正常的一个 对 但是我对我自己 就是我不行 因为 要求自己不要想别的 不要想别的 like this or that 假设 假设你来了之后 你现在不是 来了一个月就 有一个拍摄的机会 然后接着不是都有吗 然后假设你三个月都没有 然后一分钱也没有 你 我一分钱没有就死了吗 呃 吃不上饭 我觉得我还会 还会 给我喜欢这个吗 嗯 你会想办法去 对 会想办法 然后继续 然后我 如果一次 然后你还会觉得你就是 就是你有个好的心态 就是你还会觉得你是幸运的 比如说你在认识了 呃在拍 哪怕是一次机会 你拍摄的时候 可能跟大家 做了朋友啊 知道你很努力 可能别人也在帮你啊 对 别人也是在帮你啊 所以你会觉得真的是很幸运 然后这种会鼓励你 因为我现在这么说 因为我现在是幸运嘛 如果我三个月没有 我不会那么幸运 但是我 我觉得我会是努力 但是我觉得我会 我会更 这些是伤心 会有伤心 对 但是因为我现在幸运嘛 因为我我现在是这样 我才可以这么说的 嗯 如果我不幸运 但我觉得还是心态很重要 有些人 其实他已经很幸运了 但是他心态不够好的话 他会觉得啊 我为什么没有更幸运 所以他就抱怨 那你应该就是 第一个是把你的方向看得很准 然后决定要这么做 才会有带来更多的机会 把握你的未来吗 对 向静北学习 我也向你学习 多谢校长 多谢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那以后我们有机会 还会请静北来聊 看他将来拍了什么 更有趣的电影 将来中文会更进步一下 然后跟你聊 好那我跟你就没用来说 哈哈哈 ok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 ok thank you 谢谢你 应该没 抱歉我中文是我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